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整个星期要回郊游站 就有一系列的父亲节特备了 那母亲节的时候呢 我们都知道 这是要送母亲康乃馨 对不对 但是你知不知道 父亲节到底应该要送父亲 一些什么样的花朵呢 先问一下你自己 父亲节的时候 有没有送过花给爸爸 因为我们很常都不知道 应该要送什么花给爸爸 是不是 没关系 那今天呢 我们就来跟你分享一下 父亲节也就是在 六月第三个星期天 到底可以送一些什么样的花 给你的父亲呢 那首先呢 第一个我们要看的是 父亲节可以送的花 是什么 黄玫瑰还有百合啦 那黄玫瑰的花语 它代表的就是建议 为什么要跟父亲说对不起呢 那就是想要跟你的父亲表达 平时对父亲的关心不够多 希望呢可以取得这个原谅啦 那有一些国家呢 把黄色都看成是这个代表 男性的颜色 所以呢很流行在父亲节的时候呢 就送上黄玫瑰 也代表着它是一家之主的 这个地位啦 还有什么花呢 我有看到的就是呢 这个黄玫瑰它也代表了什么意思 就是人性的勇敢和正直 所以父亲节的时候送黄玫瑰 就很代表好像一个 给你父亲的一个尊重啦 那不只是这样呢 我们还有看到的是在日本 除了送这个黄玫瑰之外 它们也很流行送白玫瑰 因为在日本的呢 白玫瑰是被视为公认的 父亲节节花 日本是送白玫瑰 那除了玫瑰花之外 我们还有什么花呢 就是百合花啦 那百合花它寓意着什么呢 顺利心想事成 祝福很高贵的意思 所以呢在这个父亲节 如果你想要送花给你的爸爸的话呢 你就可以考虑考虑送这个百合 因为它也代表着纯洁跟庄严 那父亲节要到了 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呢 会跟大家一起就是探讨 我们有好多位爸爸的人物 那如果你想要表现 你对爸爸的这个爱意的话呢 我们今天节目的后半段呢 会教大家怎么做花 送给爸爸不要走开了 先来看一下今天的新闻热点 嗨 大家好 我是韦彬 你们来看一下这个新闻热点 先谈一谈说 我们这个安全行动15 进入了第13天 全国的这个车祸 非常的吓人 总共是破了2万宗 总共夺走了221条人命的 所以大家看一下这个数据 是不是非常惊人 车祸的总数量是20至2万1000多宗的 那这个看看我们这个排行榜 全国最高是谁呢 最高榜首呢 依然是雪兰儿 雪兰儿 没错了 那13天内的我们的车祸数据 已经高达5487 死亡人数呢有38人之多 那排在第二位的依然也是柔佛了 单单吉隆坡而已 在我们吉隆坡室内 其实就只有2000宗了 刚刚看到的数据 是 非常的吓人 对不对 所以大家还是谨慎一点 在这个公路上开车 毕竟这个生命非常的宝贵 爸爸妈妈这个劳心劳力 把我们带大 这样子一撞什么都没有了 所以这个还是要大家思考一下 在开车的时候 不要太过鲁莽了 那当然还有除此之外呢 另外一个这个新闻热点是什么呢 这个相信身边或许一些朋友已经中招了 中介跑路平台崩了 那总共有26个不同国家国籍的人 而且这个人数呢是超过万人的 据说最多受害的国家人 这个国籍是中国 紧接着就是马来西亚 其实这类似的新闻呢 我们也看到了很多 但是呢我们也知道 这些非法炒金平台 在马来西亚是非常旺盛的 对 非常之多 当然它防不胜防为什么呢 这个这一次他们是利用这个 投资人士常常希望听到的 就是低风险低回酬 我们就说比如说像这个定期存款 就属于低风险低回酬 所以一些就算是有经验做投资的人士 一听到说低风险低回酬 就会把这个设下防线的 就是把这个防线给设得低一点的 那当然这个还是要 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 因为这个 对 这边有一些注意事项 给大家参考一下的 就比如说这个保存会 这个款评证 对 一下不要下载 来路不明的交易平台 这个说是很容易 毕竟大家还是 切记不要以一个摊字 没错 真的 当然也要注意的是 你一定要记得 你自己的保护交易密码 那操作的过程 一定要非常谨慎 不要随便透露自己的个人资料 或者是把自己的密码都通通 泄露出去 再来就是如果你发现 这个组织好像不是很对劲 或者是有点非法的现象的话 就一定要选择安全推出 这个交易的系统 如果你还来得及退出 因为毕竟还有听说 你以前是要退出的时候退不出 对 没错 好 那我们今天已经邀请到了熊猫侠 来到我们的这个父亲节特备的节目了 到底熊猫侠是什么样的人 他们到底做些什么呢 我们一起来看看今天的主题 电影中诉说着 拯救世界的英雄人物多不胜数 一般英雄人物在大众的眼中 都是牺牲小我 完成大我 以维护世界为使命 但在现实生活中 真的有这样的人物吗 在这里就有一群熊猫侠 但他们并不是我们世人眼中 保卫地球的超级英雄 而是在背后默默付出 推广孝道文化的无名英雄 这群熊猫侠主要是向他人传递 老无老以及人之老的讯息 提醒大众 纵然父母年事已高 行动不便 但仍是家中之宝 社会的智慧宝库 为什么他们自称是熊猫侠 又为何要传递孝道讯息呢 今天跟着活力加油站 一起走入熊猫侠的孝亲世界吧 当然很多人在这个很多人心目中 爸爸是一个超级的超人 超级英雄 那可是为什么 今天的这个会这么萌的一个英雄呢 就是熊猫侠 是 到底熊猫侠是什么呢 可是听起来就是感觉很超级英雄了 有没有 对 可是他是熊猫 所以有点对立 之前节目组的人开玩笑说 应该是一直没有睡觉 黑眼圈很深 所以就叫熊猫侠 跟爸爸扯上关系 我们不要再猜了 我们直接邀请我们今天的嘉宾熊猫侠 Edmond跟他的妻子Fanny 你好 嗨 两位好 所以两位是熊猫侠的创办人 对不对 对 可不可以先简单跟我们的观众说一下 熊猫侠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是 为什么会有熊猫侠 其实为什么会有熊猫侠 其实熊猫侠这个定义就是 我们大家都知道 其实熊猫它是国宝 因为我们想要去宣传 就是去传递一份爱就是笑 这样 我们其实构思了很久 我们用熊猫是因为我们希望 每一个人都知道熊猫在中国是国宝 全世界都保护它 不可以欺负它 然后当我们看到熊猫 我们想要从小孩子就可以想到 因为小孩就关注他们 看到熊猫你就想到爸爸妈妈 因为在我们的家 其实我们的爸爸妈妈在家都是国宝 人家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 是 是 是 所以这就是熊猫侠的整个理念了 希望说可以以孝道进孝道 那熊猫侠除了就是想要宣传这类型的活动之外 之外呢 我们还有些什么 就是平常会有一些例行活动吗 其实活动我们其实有分好几种 第一呢 我们每一个月我们都定时最少一场或者两场 我们到全马 整个马来西亚 我们会找不一样的老人院 因为当我们去老人院的时候呢 我们发觉到其实他们需要的东西不多 需要两样东西 就是爱跟关爱 所以我们就发起了一般医工 我们叫熊猫侠 我们就去老人院 我们就帮他剪毛发 修指甲 甚至我们跟他敷面膜 然后我们就跟他洗厕所 抹风扇 种种的工作 所以这是两位都是义务的吗 菲里是一开始就 你们结婚了之后就开始在从事这个东西 做了几年了 四年多了 四年多 四年多 第五年 冬天之后 所以其实还蛮一个 最近才开始组织的一个这样子的活动 是吧 对 所以熊猫侠 就比较具体一点 熊猫侠是一个组织 一个义工团队 义工团队 对 那你们的这个团队只是专照顾在这个老人院吗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 也是有孤儿院 也有孤儿院 也有孤儿院 对 那两位有子女吗 有 OK 那现在这个父亲节 我们常常都有提到母亲节 甚至有歌可以唱 那问一下菲里 父亲节到来 会教子女怎么帮爸爸庆祝 就你在你的眼中 你的先生就是一名爸爸的话 角色是什么呢 扮演什么角色 因为我的孩子现在还小嘛 所以我关注我的现在两岁半这个孩子呢 就是现在学习着怎么样去亲吻他的爸爸 然后每一天帮和爸爸说爱你 OK 就只有一个孩子 还一个才七个月 对 还是baby 男的女的 一男一女 OK 好 那你们自己本身现在比如说 就是常常提倡孝道嘛 然后提倡就是建议大家说 多一点关心身边的老人 对自己的子女有什么要求 对 对于我的子女 因为他们现在还小 如果长大的话 我会说 我比较属于开朗化的 我不会很约束我的孩子做很多东西 OK 对我是比较属于开朗化的 所以就给他自由发展 自由发展 对 只要他们开心喜欢 他喜欢做的事 而且我们现在传承孝道 我也是常常 我们带我的那两岁半的孩子去老人宴 个儿院 给他从小开始学习 你们自己的双亲呢 对你们自己的父母 都在家 都在家 对 会带他们一起出席这些活动吗 就是你们去老人 妈妈有 妈妈有 父亲就最近有生病了 身体健康 身体健康 对身体不健康 好 所以现在每一天在家 他都要 我们都要帮他喂奶那些 他已经卧床了 好 那你们两位 是有没有 就是发起这个熊猫侠的整个组织跟概念 是不是有什么特定的故事 有 还是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其实有 就是在四年多以前 有一天的星期五 就四年多 我跟我太太就去银行 像我们去到银行的时候 我们就遇到一个老婆婆 因为刚好银行在装修 而老婆婆可能太老 她就一拐一拐拿着拐杖 就要走进装修的地方 我太太第一个反应就是危险 就跑去跟婆婆说 婆婆 这里装修很危险 对 因为当时银行是没有人的 只有她一个和我们而已 对 就因为这个原因 可是那个老婆婆真的太老 她听不清楚 她的回答是很慌张 她的反应也吓到我们 然后我太太说没有 没有 零食办公室在楼上 来 没有倒闭 她是搬去楼上而已 暂时性的 对 我们就扶她上去 这样扶她上去 她要拿钱 这样我太太跟我说 刚才扶她的时候 发觉到她脚没有力很辛苦 这样如果现在我们离开 她怎么说下来 她怎么样下来 会不会有 也有另外一班人会扶她下来 这样怎么办 我们说等她咯 我们就坐着等她 我们大概等了一个小时 一个小时 因为拿号码 还没轮到她 对 然后她拿了钱下来 我以为我很聪明 因为银行没有停车位 然后没有停车位 我的一个想法这么老了 不可能自己走路 也不可能自己驾车 所以她是怎么去银行的 我的想法 我以为我很聪明 我就问了很简单的问题 是不是你的孩子载你来 车停哪里 我扶你过去 可是她回答我的答案 简单 但是很悲伤 她说谁晒了 她说死完了 死完了 她的子女都不在了 她说死完了 太死了 我以为是这样 然后过后我就问 你怎么样来 她说我打电话了 这样我就扶她过去 然后我就问那个电话车 我问她你认不认识这个婆婆 然后认识 她就住在附近 常常载她来的那个 她就住在附近的老人院 我说蛤 住老人院 然后我很小声我就问她 她有没有孩子 她说有 有六个 四个男的 两个女的 然后我说蛤 六个都死到完了 我说都去世吗 她说没有 没有 没有死 还健在 我说可是婆婆刚才跟我讲很悲伤 她说很悲伤 跟我说死完了 然后她说她有故事 她就拉我一边 她就跟我说 其实这个婆婆很有钱 我们认识她的时候已经93岁 所以她很老 然后她很有钱到她从小出世到93岁 没有烧过地 就是一出世就有 就是千金 就是一个千金 对 她很有钱 可是当她的老伴去世了过后 她分了身家过后 她分钱给孩子 六个孩子就决定把她送去老人院 就送她去老人院 所以这个故事是一个很真实的故事 可是相信大家都不陌生 因为我们拍戏常常有这样的一个剧集 对 其实我们在看戏的时候觉得说 对 其实现实生活中很多 我自己本身也曾经在老人院 遇过一些老人院的老人家是 有家庭有子女的 可是住老人院 对 所以你们是希望说 透过一个这样子的组织 就常常到老人院去 然后多陪一陪这些老人 传承效造 我们其实因为我本身 当我每做一样东西 我会比较去深入做 比如慈善公益 很多人说我有一点钱我捐一点 然后我有一点时间我就去拜访他们 对 可是对于我们来说 我们有另外一个想法就是 我们希望用生命去影响更多的生命 我常跟我的义工们说 只是我们做事不够 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做法 去影响身边的人 他们去关注他们 只要他们能够关注他们 这样的话 每一个人都会关注自己的 关注邻居的父母 关注邻居的父母 这样这个世界就会和平 每个人出一份力量 做好一份社会主义改变 对 真的 觉得还是还有很多故事 可以跟大家继续分享的 对 可是我们继续再深入地谈一谈 你们等一下 可能可以谈一些 在老人院遇到的一些 有趣的人事或者是物 那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下一些 世界上一些具有影响力的慈善家 具影响力的慈善家 因此两人创立了比尔纪梅琳达盖茨基金会 认为如果一个人有幸得到生活的眷顾 就应该尽其所能 正确明智地使用上天的馈赠 光是2005年 比尔盖茨夫妇就捐出了高达60亿美元的善款 刷新人类史上捐款记录 其中有5亿美元就用在研发 无需针头 无需冷藏的疫苗等技术 把钱都花在包口上 沃尔伦巴菲特 沃尔伦巴菲特是美国投资家 企业家及慈善家 同时被称为华尔街股神 是当今世界顶级的投资大师 沃尔巴菲特不愿意让大量财产代代相传 只留给子女足以让他们一展报复的财产 从2006年沃尔巴菲特承诺 捐出其财富99%至今 他已经累计捐款了310亿美元 约占目前财产的三分之一 另外巴菲特慈善午餐拍卖所筹集的资金 也都捐给了基金会 用于帮助旧金山地区的穷人和无家可归者 乔治·索罗斯 乔治·索罗斯是匈牙利出生的美籍犹太商人 也是著名的股票投资者和慈善家 他从1970年代开始成为活跃的慈善家 并以更系统的方式从事慈善 并决定每年为慈善工作贡献300万美元 而基金会开放社会研究所也同时应运而生 该机构存在于全球60个国家 有各种不同的项目宗旨 如正义 媒体开放 妇女权力 教育进步等等 欢迎回来 是我们今天有这一个熊猫侠的创始人 是 就是他们两夫妻 Edmond和Fanny 好 那问一下你们两位是 因为我们知道说现在很多人要做慈善 都会说我很忙啦 那你们两位也有工作的对不对 对对 我本身是一名作家 作家 Fanny呢 家庭主妇 家庭主妇 所以其实跟别人一样嘛 还是有东西要照顾 有家要照顾 对对 可是怎么去平衡你们的时间呢 平衡 其实上天 我常说上天很照顾 很照顾我们 为什么呢 因为他给我一份职业 是作家 有伸缩性的 所以我的时间真的很有伸缩性 我可以早上写 我可以翻译写考 所以我剩余的时间 我们认为就是我想把一些对的事 继续去做 继续去奉献 所以我们就偏埋 当然自己的家 父母 孩子 我们也会兼顾得到 很好很好 真的 那刚刚也有提到说 就是在很多的群马 各个不同的老人院 你们都会去就是 拜访 对 去拜访 然后去散播更多的爱跟关怀 对 想问一下那在这个途中 我已经经历了四年多的时间 有没有遇到一些 比较印象深刻 或者是特别 看到有惊讶到 就像你惊讶的那样的 惊讶 会特别感人的一些故事 我 我记得在 在开始的时候吧 开始大概一年左右 我们 就是在某一家老人院 说那个院长 其实他很开朗 他很真能量 他是开玩笑跟我说 我的老人都是从医院接回来的 开始我在医院 医院是接病人 我听过 你说接老人 我没有听过 可是他跟我说 你不知道 就是现在的年轻人 当他的父母生病的时候 就把父母送去医院 医院 然后就跟父母说 你等一下 然后他就 就失踪了 然后他还跟我说一个一点 就是说 不要父母 把它放在医院 还有分有良心跟没有良心 我当时很惊讶 我说不要父母已经没有良心了 你还是有良心跟没有良心 还有分良心 因为他真的把很悲伤的一些事情 他把真实的故事 他把它转化成真能量 他跟我说 他是笑着跟我说 没有良心的 他IC都没有 有良心的呢 他还会把IC放在这个头 放在口袋 所以那种叫有良心 好 我听了其实也摸不着到 不懂 可是他把很悲伤的东西都很真能量 他也很鼓励着 我本身就是说 我们继续地要去传这份爱 让更多的人去关注 这一个可怜 刚刚也有提到说 就是除了到老人院 你们也有到学校去 然后从一年级到六年级的学生 都会说 进行什么样的教育呢 什么样的 对 你们宣传这个校道 为什么就是说教育这么重要 通常 我们说两件事情 回家抱父母 然后跟父母说我爱你 当年纪渐渐长大 如果他回家还是有抱父母 只能够发现一件事情 他从小就有这个习惯 如果他没有这个习惯 你中学你才教他 他是不可能 做不到的 所以我们去小学 当我们去小学的时候 我们就一直强调 这两件事情很重要 所以我们用熊猫 我们每去一间学校 我们要花三天 前面的两天 我们就帮学校每画 我们画很多熊猫 我们画的熊猫 在我们离开之前的最后一天 第三天 我们就会做一场分享会 然后分享里面呢 我们就会关书熊猫是国宝 不可以欺负它 然后在我们的家 谁是我们的国宝 孩子都会说爸爸妈妈 然后我就会问他 这样你们怎么样去照顾 你们的爸爸妈妈 他们说我要听话 我要保护他 不可以给人欺负 我要努力读书 我就有很多很多的一些方式 去保护他的孩子 然后我就会跟他说 好 所以现在你们已经看到很多熊猫 所以你们从今天开始 每天来学校看到熊猫 你们要想到谁 就想到父母 对 这潜移默画非常好 就是从小朋友开始 左手上去灌输这样的概念 那Fanny呢 Fanny就是从旁协助吗 还是说你有自己的一套 我也是从旁协助 从旁协助 那画是两个人一起画的 对 好 那我们在这边呢 同样的就是我们这整个星期的嘉宾 都要进行这个测验 是 我们来看一下 到底我们问一问 看这两位嘉宾 是不是民主型的父母 那再问之前先问一下 你们觉得自己是民主型的父母吗 不是 不是 为什么呢 报告型吗 Fanny有点 Fanny有点这个 一点点 不是 我觉得我是 Fanny有点愧疚 让我们知道说 谁做黑脸 谁做白脸 对 我们来直接做一个测试 那你们就知道自己是不是 民主型的父母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问题 观众朋友也可以一起做 如果是昨天错过的话 第一道是 我能回应孩子的感受及需要 好 那如果你从不的话呢 是零分 很少一分 有时是两分 通常三分 经常这样呢 就是四分 记下你自己的分数 是 第二道题 鼓励孩子谈及他们的烦恼 好 第三题是 当孩子难过时 给予安慰以及谅解 这其实很重要 这个不难做 不难 是不是觉得很难呢 好 第四个是 当孩子的表现好时 给予赞赏 这个很多父母都会了 对 这个真的都很难 我等父母都会了 是 那第五题呢 就是对孩子来说 必须要遵守规矩的原因 是什么 对孩子会说明 必须要遵守 就跟他讲道理了 就是为什么要遵守了 好 那再来 这个问题是越来越难的 第二道向孩子解释行为的后果 好 这个还蛮很重要 这个都前因后果 那第七道题呢 在要求孩子做事前 顾及他们的想法 越来越难了 对不对 还要去征询孩子的想法 那第八道题是 即使跟孩子的意见不合 也会鼓励他们表达自己的想法 你会不会这样做呢 好 第九道题是 第九 让孩子对家规提供意见 这个难了 现在好像很少人有家规了吧 而且他们子女才五岁 有点难 对 有点难 对 有点难 对 有点难 好 第十 为家庭进行计划时 会顾及孩子的喜好 你会不会这么做呢 经常是四分 通常是三分 那有时两分 不过这个讲是说 小孩子年纪小 其实小孩子 他们的这个 从小就要灌输 对 他们的IQ 比我们理解的高很多 那我们请艾文跟Fanny 来加一下自己的分数 我们计算这个分数 那观众朋友也可以计算一下 好 我们看一下 艾文的是 13 3 3 4 3 5 15 15 15 再加80 23 23 再加29 28 29 其实两位都挺高分的 28 29 大多采用民主教养的方式 就是比较不会这么极端化的 没错 没错 为什么呢 而为什么不是采用高民主 你们觉得说高民主性不同吗 因为我们总觉得偶尔有一些 是不能够太过 太过偶尔的自由 想看一下就是两位 刚刚在十道题里面 最低分的是 第九题两位都非常低分 我们来看一下 加规吧 对 我们来看一下第九题是什么 第九题就是 让孩子对加规提供意见 我觉得这个大部分的家长 尤其是我们亚洲家长 可能比较不会做的东西 是 可是Fanny跟艾文分享一下 为什么觉得说 让孩子来提供加规 就比较不会 对 比较不会接受 就是为什么 不会想要采纳孩子们的意见 就是你们在定一些加规的时候 因为我孩子现在还小 等他长大之后 你觉得将来你会吗 对 未来呢 将来你会 我会跟他一起分享 就是我所要订的加规 我们会讨论一下 看意见合不合 第八道问题 我看艾文也是挺低的 2分 可是Fanny请高分 即使孩子意见分析 也鼓励他们表达自己想法 所以你是严妇 你是觉得说 孩子的意见有分析 就听我了 就算我 我孩子和我有什么冲突 或者他很坏蛋 怎么样 现在我都是会 先跟他说 那个结果不后 我还是会说为好话的 妈妈的脾气比较好 我还是会 你是严妇 我会圆场 会圆场 好 没关系 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这个民主型的父母 到底有什么特征 我们希望说 如果想要组织一个民主家庭 那亲子关系应该怎么样 我们一起来看 亲子间的互动和沟通上 是采取开放 而且是双向的沟通方式 是 那孩子犯错 会采取这个惩罚 但一定会和孩子 说明惩罚的原因 等等的 好 因为我们这时间关系 大家看一下 因为我们还有很重要的东西 要做的就是 我们有礼物要送的 这个礼物是怎么送的 非常简单 那我们这个整个星期 活力交战的主题 都跟父亲节有关系 没错 没错 我们的观众呢 只需要收集 五天每一集的主题是什么 对 然后把这个正确的答案呢 可以连同你的名字 身份证号码 还有地址 发送到我们的电邮 就是livingdelightnatv.com.my 那你就有机会 迎娶一个很特别的神秘奖 没错 听说是一个很贵重的奖品 真的喔 搞不好是手感什么之类的 好啦 没有啦 送给父亲节 好 那我们现在呢 先来看一下进一段广告 在进广告之前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 历史上孝顺的人物代表 再一次非常感谢暗学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历史上孝顺的人物代表 一 刘恒 刘恒的孝 并非只对自己的母亲 作为一个皇帝 他对蒲天之下的老人 都心存孝道 他登基时的第二道圣旨为 定正穷 养老 这道圣旨表达了 刘恒爱护百姓 体血民情 关心老人的意愿 对八十以上的老人 每人每月可以赐给米一食 肉二十斤 九五斗 九十以上的老人 每人再加赐薄二体 蓄三斤 此外 赐给九十岁以上的老人之物 必须由县城或县位送达 让官员代表国家 向老人尽孝 二 花木兰 南北朝时期 突立子侵犯北魏边疆 花木兰之父 花胡受命印证入伍 但年纪父亲年老多病 弟弟花木丽年幼无知 花木兰决定女扮男装 以弟弟的名字代赴重军 花胡本是一位老英雄 看女儿一片忠孝之心 又有超群武艺 从一开始的不同意 到后来被花木兰所说服 便答应让女儿穿上战袍 跨上战马 赶赴边关去报效祖国 花木兰充分体现了 中华民族勤劳 善良 机智 刚一的淳朴情操 是有血有肉 充满人情味的 金国英雄代表 三 董勇 董勇是汉朝时期的人物 古代所流传的 行校历史模范 他的家境贫寒 年幼丧母与父亲相依为命 但在父亲去世时 董勇连埋照父亲的钱都没有 无奈之下 他只好将自己 卖给一个富人家做奴隶 用干活得到的钱去埋照父亲 在二十四孝故事中 民间广泛流传 因董勇的孝心感动天地 玉皇大帝的七仙女感动人间亲情 与妻结为夫妻 欢迎回来 是的看到我们面前这么漂亮的摆设吗 是什么呢 我跟你说 因为平时我们讲到送花 都会觉得说那是妈妈的东西 只有母亲节 对 但是我们想要跟大家说 父亲节其实爸爸收到花 应该也会很开心 其实很多人觉得有点别扭的 因为毕竟我们东方文化比较少 可是我觉得现在我们男女平等 没错 没错 所以觉得说妈妈有 爸爸也应该要有 送一下花 那我们今天就请到了陈美军花医师 老师你好 老师今天就会简单教一下 我们可以送一些什么样的小花束 给爸爸 对不对 其实应该选什么花 对 应该选什么花 今天我就选了这个太阳花 太阳花 它有代表沉默的爱 对 太阳花的花语是沉默的爱 就像是 爸爸就像是阳光这样 对不对 对 中层 其实我很喜欢 很喜欢太阳花 那除了太阳花之外呢 老师还选了这个 非洲菊 红色的非洲菊 有好多颜色 还有这个白色的 对 非洲菊有很多不同颜色 对 非洲菊的花语是什么 因为它的形状好像太阳 所以就好像太阳般的雄状 可是还有看奶星 因为看奶星不是给妈妈的吗 看奶星也可以是父爱 父爱之花 父爱之花 所以没有规定说康奶星 一定要是母亲节 才可以送给妈妈的 因为它是黄色 黄色代表男性 对 黄色代表男性 刚刚也有跟大家说了 就是除了这些花之外 父亲节还可以选择送黄玫瑰 黄玫瑰或者是百合花 是 我们看到老师今天选的 这个大部分都是偏黄色系列的花 对 比较亮的颜色 是 亮色的 所以我们现在就直接要教 请老师 老师来你站中间 教我们怎么 如果是爸爸喜欢蓝色的花 可以吗 现在有很多蓝色的花 染成蓝色的花 也是可以 那一个绣球花 蓝色的 感觉也很漂亮 超美的 好 老师 我们今天要做的就是 我们的成品目标 就是要像那一丝一样 就是要做成这样子 最简单的 最简单的 这个叫简单的 这个叫简单 今天我们要教大家怎么用一些 说一下我们的道具好了 需要的材料 有麻绳 剪刀 剪刀 胶纸 然后还有包花的纸 包花的纸 其实使用 就很简单的 其实什么颜色都可以 就依据自己的喜好 好 我们手上有的是这个灰色的 还有这个麻色 对 而且要看爸爸有没有什么 特别人喜好的颜色 对不对 比如说像我说 爸爸喜欢蓝色 可以选蓝色系列 因为那个花也比较亮 所以我们选的就不要抢掉它的 好的 那我知道老师做这个东西很快 我们就给Pauline接受挑战好不好 Pauline 来吧 交给你 老师 这个草是什么草 这个是油加利叶 它有香味的 是吗 对 就是茶树的那个 对 那我们要怎么做呢 第一步骤 从左边开始 要这样子折 但是我们不要压死 因为我们要那个圆滑度 好 然后再把这个花放上去 好 好 好 然后在这边 适合的位置收紧 收紧 好 可以 给你 这个是吗 那那个花我们把它就是 随意认自己的喜好摆就可以了 对不对 就是只要有参杂不同的颜色 然后加一些这些小片的叶子 然后用这个麻纸 这样子把它绑起来 再来呢老师 来 再来 重复的动作我们在右边 右边的 再做一次 对 好 这个的重点我刚刚看到的是 你不能够把这个纸折死 不能把它按 因为要有那个圆滑度 看起来就比较好看 那个层次感 好 又好了 可以看到现在呢 两个颜色把它叠起来 就已经有不同的层次感 那我刚刚说不能折死的是这一个 这个圆滑度 然后还有这边 所以呢你不要把它折死 就是稍微往内折 然后这样包起来 再来呢 再来 第三层 我们要盖着前面的花 盖着 好 好 我这个 要挑一下 好 我这个手向脚的人 都可以做得到吗 都可以做得到吗 好像也可以 好 这第三层 我们要把它盖起来 那第四层就是 也是一样 盖起来 嗯 这样对吗 你来吧 你挑一下就好了 好 我挑一下 先把它挑一下 是 这个是Polline的成品 对了 对了 好 那我们要用麻绳 要用麻绳把它给绑起来 是不是 对 好 那当然 子女们觉得说像Polline绑到这样 不是很完美 绑一个死结 可是在爸爸影中看起来 应该是很漂亮的 是很漂亮吗 对 你再绑一个 再绑一个蝴蝶结吗 好 然后就完成了 就完成了吗 对 还是还有下一个步骤 就完成了 就完成了 好 稍微修一下 是 老师很客气 老师说再稍微修一下 我们跟老师的比较一下 来看一下 好 这个就是 其实我的也没有一半 刚刚我的衣服也很好看 这个是老师做的 这个是Polline做的 这个是我做的 对 再看一下 也不错了 老师太客气了 是 老师真的很客气 但是她的主要的 我觉得 重点是不要把那个纸折死 对 它就会很好看 我觉得这样子 就是这样子 乱乱绑一下 也好像非常好 非常好 非常好 好像可以 所以其实重点 不清洁的时候 不管怎么样 只要你的心意有在 不管你是送什么花 怎么绑 用什么纸 都好 是 爸爸说到花应该都会很开心 是 像我说我们不太喜欢红色 这样好像没有红色系 可以 真的 总是只要有一点花就好了 是 好 那我觉得这个 就是讲的是这个心意 像我说你包得怎么样 看在爸爸眼中是漂亮 那都是薄 是 再一次非常感谢陈美金老师 谢谢陈老师 谢谢 好 那我们现在 把时间交给Rick们 看一下今天的这个E News 有什么新消息了 好羡慕你们 可以包花 真的很少看到 如果父亲节能够送花给爸爸的话 肯定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份礼物 当然今天《8864》 就会有很多的电影介绍 包括了这一个 《At Extra》的电影介绍 然后我们也有这个 《Man in Black》 《International》的电影介绍 还有的就是《Frozen 2》的电影介绍 当然我们也会有一个 马来西亚全新的歌手 也会上来我们的节目 跟大家分享她的新单曲 她是谁呢 等一下三点钟 一定要留守我们的《8864》 永远 永远 你不要羡慕 这一束花等一下送给你 请问你什么时候要当爸爸 居然升级当了房间的爸爸 对 好了 那我们待会儿先进一段广告 广告回来的就是我们美味小厨房 今天要教大家煮的 就是父亲节 小汉堡 对 你可以端给爸爸吃的小汉堡 走开 好 来 这期欢迎收看《火力加油站》 那欢迎来到我们的这个美味小厨房 我们今天有Teresa老师 Teresa你好 大家好 那今天是配合父亲节 比如说有家里有小朋友 要做这些东西 就是说一年一度这个特别的日子 要孝敬爸爸的话 对 这个很容易做 很容易做 对 所以礼拜天早上睡醒之后 你就可以开始整理 爸爸就要早餐吃了 好 非常简单 而且我们的材料 应该是我们的面包 这个超市可以买得到的 然后就有番茄 对 然后就有黄瓜 然后就有青菜 对 然后就有起司 好 那这个呢 对 这两个是什么 这个是笔根里面加了洋葱 这个顺便骗小孩子吃 有些小朋友都不爱吃洋葱 所以这个是加了洋葱的笔根 对 然后就炒过 然后这个就是肉碎 好 就这样子而已 很简单 然后我们今天要做得很明显 就是汉堡 对 小汉堡 对 而且这个 对 可是大家对于汉堡 可能印象就是觉得说 是那种冰冻的 就是已经做好一片一片的肉饼 对 可是我们自己做 今天这个肉碎怎么做肉饼呢 我们的Chef就教你了 对 而且这个简单 因为健康是不是 对 可是一个特别的器具 是我们需要做这个肉饼的 对 那待会就可以说给大家看看了 对 因为这个平时我们是拿来煎蛋 用的嘛 对 没错 可是今天我们就拿来做成另外一个用途 就是做这个肉饼 肉饼 所以我们直接先 然后就开那个 先切材料对不对 对 然后我们就开一开 这个叫Polyna 拿不倒她 拿不倒我吗 对 在父亲节的时候可以煮给爸爸吃一下 是 因为这个是像我说 就是平时来做早餐 好简单 对 平时就是可以拿来吃 对 因为一年有364天 爸爸都在为你吃饭 对 真的 那一天 就做一下 第365天就是你煮给爸爸吃一下 而且也很健康对不对 就是要肉 要肉 要菜 要蛋白质 要蛋白质 要蛋白质等等的 还可以一个人的起泡 对 可是我看到这边的调味料 我们还有盐 对 有这个 有盐 有那个牛油 这个是什么呢 那个薯粉 薯粉跟鸡蛋一颗 这个是什么时候用的 所以我们盛那个肉酥的时候就用到 好 来 这个切的工作就交给你 好 主 我想要切什么呢 我们就把那个青菜就切 调转 切片 对 好 好 我们这边呢 就先煎一点这个面包 好 所以我就自己来 好 去吧 切得很细 这个 都OK 如驴可椒也 对吗 就是要这样的调装 感觉好像我们去那里 早餐 快餐店 对 快餐店的样子 好 好 然后就这个一颗吧 来 这个就切片吗 对 这个就切片 我们待会就放在那个汉堡上 是 好 我担心切到那个塑料 嗯 那当然这个也是营养成分也是有的 对 没错 还挺均衡的 可是 这个热油了过我们就煎一煎这个包 是要用牛油是因为它比较香一点 对 好 那我们就是先放了牛油在锅子上呢 然后煎一煎那个面包 嗯 再来呢 再来呢 我们就会把那个 我们煎好了那个鲜鲜 嗯 然后就放在那个肉上 对 就放在那个肉里 哦 跟它一起搅 放在一起哦 对啊 然后就 那味道就不一样 那个肉 那个口感就不一样 好 那趁这个Chef在弄那个肉碎的时候 这个交给我吧 好 就麻烦你了 为什么这个 我看到我们用的调味料其实不多 嗯 多多多 很简单 就很简单 然后我们就放一颗蛋 我们就放一颗蛋进去 大嫩 好 对 就把它搅拌进去 好 对 就稍微煎一煎就OK了 这个面包其实这样子 用这个牛油煎一煎都已经很香了 很香了 真的 就是单单吃面包就OK了 这个也要煎吗 要 都要煎 都要煎 好 这个差不多了 对 好 好 我要煎一点牛油的 然后呢 涨上去了 好 好 好 来 来 我们这个就放下去 嗯 OK 就是它准备鸡的 对 然后我们真的很认真的 好像煮东西了 我在负责切 好像这样就对 真的 我在负责切 然后呢 就是搅吗 这个 就搅拌 然后我们就放调味料 好 好 放一些盐吗 就盐巴 就盐巴 盐巴 还有胡椒 胡椒吗 对 放胡椒 来 帮老师放一下胡椒 好 好 所以这个肉差不多 我们也是要煎的 是吗 对 好 这个差不多了 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 所以这个呢 我们就很赶紧一下 可以了 那这个肉放薯粉 薯粉很重要是不是 对 然后就可以裹着 对 裹着那些 这样差不多了是吧 好 可以了 那我们直接煎这个肉饼 这个就是整个 汉堡的关键的 就是要把这些肉饼 把它煎成肉饼 然后我们就放点油 好 那再来呢 然后我们就放一个磨器在上面 是 然后我们就不用 就弄到手 直接放肉 太多了 太多了 一半就好 一半就好了 然后呢 就压住它 然后就让它就是 在这个磨器里头 就有个形状 非常聪明的做法 这样子这个肉不会散的 好简单 太简单 也干净 干净的来就漂亮了 好 我们可以做另外一个 这样 它已经定型了 我们就可以放另外一个 好 看一下 再这样子让它打散 好 真是太棒的办法 好 那在让它定型的时间 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的这一个菜单师傅 是什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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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对 应该要先放一下 放一点番茄好了 放一些番茄 然后再放 还有红瓜 菜 再放菜 还有黄瓜 这样就可以了 完成了 对不对 然后把它盖起来 我的汉堡就完成了 不用拿上来直接看 是这样子吗 好像 汉堡堆满肩 满地都稀 应该可以 最重要是我的爱可以表达得出来 感觉到我的这个用心就好 大家可以加一些酱料 是不是 辣椒酱 你吃辣了吗 可以 我爸爸应该也吃辣 对 就可以 加一点 看起来就更好吃 更美味了 你从始终自己去路边卖汉堡 恭喜 宝莉 我们希望大家可以在家里 自己做一些比较健康的汉堡 那肉圆你都可以好好地掌握 再次非常感谢恬仁太老师 谢谢恬仁太老师 谢谢 那明天我们活力交战会特别的嘉宾 他就是我国的运动员 也做成丙顺 那他刚刚升格成为人妇 对吧 我们今天一样也是有父亲姐特别 一起来听听一下 他身为运动员 运动员的心酸 对 到底是什么呢 请一天见了 一个充满高贵 气质 优雅的女性 是不允许自己的双手的指甲脏脏的 而且很久没有护理 看看我的 真的是 好像死皮开始很多了 然后那个指甲也是脱落了 真的是觉得很丢脸 好像是有个气质就突然一扫而空了 你知道吗 我们在打字的时候 拿手机的时候 跟人握手的时候 然后我们的举动呢 其实的双手就是很直接的对应到 我们直接的一个外在形象的一个表正 所以今天就来好好着做双手的护理 好 那现在呢 我在正在进行着这个指甲的护理 现在这个部分呢 当然就是去死皮 发现我的死皮还是挺多的 然后就是那个面呢 让它光滑平顺 现在呢 就在做这个手的这个磨砂 特别是在手肘的那个地方 因为是关节嘛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真的会忽略它 而且那个地方呢 也是特别容易 会置身死皮的 那进行了这个磨砂之后呢 会让它做这个手磨 主要就是让它达到美白以及补水 那因为毛孔张开了 当然还要用这个塑料袋 给它没有空间的情况之下 让它更好地吸收 如果是做了手的护理呢 当然这个指甲的部分呢 当然就是要让它美美的啦 就和我的指甲护理师就沟通过了 今天就会做比较春夏风的感觉 其实我们在做这个土指甲上呢 它有分两种 一个呢 就是比较普通的 就是只是踩那个指甲油 另外一种呢 就是有这个光疗凝胶 擦了这个指甲油之后呢 就是要等它干啊 然后花很多时间啊 要很小心地照顾啦 但是这个光疗凝胶呢 就可以维持一个月 所以呢 就比较值得啦 就让你这一个月的手指呢 都是美美的啦 我在好好地欣赏我的艺术品 现在呢 我觉得自信满满的啦 然后呢 就可以勇敢地 就去做每一件事情 都感觉都有很大的力量 所以女性们一定要好好地 照顾我们的双手哦 我们下期视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